民间故事 鬼宅藏宝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一年春天 有位姓屋的中年生意人兴到京城 在衙人的介绍下 以很低价格买下所大宅院 自以为捡了大便宜 那宅院原是安堂 前身是于大将军雇宅 于大将军在边关被捕下诬陷 含冤自尽 其女设宅为安 出家为拟 后十年 其女陆续病死 安堂师修 被官方收回 一番大修后 赐给西宁公主与驸马 但两人婚后不久 公主酒后措手罢驸马杀了 自己也悬梁自尽 这宅成了凶宅 猫叫狐爬 人既罕至 就连大白天从门口经过 都觉得阴阴森森的背脊生粮 哪里有人敢住 连带她附近的屋子房价 也比周边跌一半多 屋园外买下了这丢荒 近二十年的宅院 不惜重金 家以改建 古树参天 齐花盛开 西流池塘 亭台楼阁 鬼宅从此焕然一新 屋园外接连请了几次客 环境清幽 菜肴稀奇 戏剧经节 就连陪陪伴的月季武器都格外出色 请的又都是些世家的落魄子弟 地痞流氓 在他们的宣扬下 鬼宅一起救民 成为京城里头 有名的艳客之地乌家花园 常有人在此白酒请客 花园东边花树繁密 很有自然之态 却不可望 据说那里有西宁公主的幽魂 时常出来游荡 有时候大白天也出来 有人问屋园外 屋园外嗤之以鼻 说都是无稽之谈 那边花多数多 还未想好如何规划而已 一次 徐首府孙子徐有吉 在屋家花园艳客 酒后副帐 拉着屋园外侄儿屋景文 跑到花园东边屁镜处 刚撩起袍子 忽然看到前方树上 有长发女子白衣飘飘 凌空而行 顿时吓得尿了半裤子 白衣女子似乎听到了动静 回头望了他们一眼 悠悠叹了口气 问 驸马呢 徐有吉久都醒了 在屋景文的搀扶下 连滚带爬 跑回人群那边 猛喝了两大杯酒 他所宴请的客人都是公子戈尔 向来喜欢逗猫弄狗 无视生非 见他面色仓皇 半身乌痕 连鞋子都跑掉了一只 忙问怎么回事 乌景文生怕从此坐视鬼宅之名 摇摇头 不敢说出真相 众人怎么肯就此放过 一再逼问之下 徐有吉搭着舌头说 东边有 有鬼 西宁公主 众人听闻 西宁公主出现 好奇心大起 胡拉一声纷纷跑向东边 要一堵公主疯惨 许有吉则死也不肯再去 在乌景文的陪伴下 换了一套衣服 如非自己就是主人 早撇下众人回家了 众人一番搜索 不见异样 正要离开 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那是什么 那人乃是近年来 特别受宠的 陈大将军的小儿子陈再兴 年方十五 想来天不怕地不怕的 上个月一时兴起 曾经一个人跑进山里猎白虎里 想给他爹做一件糊球 此刻 他却脸色发白 身体不住颤抖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众人发现 在右前方的松树离地三丈多高处 挂着一长条白色破布 随风一飘一飘的 十分吓人 想到刚才徐有吉所言 众人判定 那便是西宁公主勾下的裙子一脚 许了二十两的重赏 一个仆人爬上树去 勾下破布 仍给众人研究 破布颜色黄旧 明显在树上日晒雨淋久了 底下还连着两节灭条 众人看了又看 不明所以 各说各的 陈再兴说那应该是风筝上勾下来的 众人恍然大悟 纷纷点头 都夸陈再兴好一双慧眼 陈再兴全然忘了方才自己下的魂不守舍 一拍胸口 道 那当然 也不看看小爷是谁 方才可能徐有吉那小子看错了 什么西宁公主 都是鬼扯 是啊 也不看看他方才那样子 尿裤子 哈哈 众人哈哈大笑 拿着这风筝破布 回到座位 有一再错一错徐有吉 乌景文暗暗松了一大口气 重整宴起 再上韭菜 歌舞又起 好不快活 事后 乌景文战战兢兢 将此事告诉了叔叔乌原外 说当时自己和徐有吉 看得清清楚楚 学不是什么风筝 真的是有个长头发的白衣女子 凌空飞过 可吓人了 乌原外虽说只是 乌景文父亲的异地 无气无儿女的 一向挺疼爱之二的 就连到京城做生意买房子 也带着乌景文在身边 这回乌原外却一反常态 满脸严肃训斥了他一顿 说他们两人定时看花眼了 皇城里哪有什么妖魔鬼怪敢作祟 不仅如此 他还把乌景文拖到当时所谓 遇到白衣女子的地方 高声朗诵了一遍正气歌 花木丛里毫无动静 乌原外告诉乌景文 人生天地间 占得执行得正 哪有什么妖魔鬼怪 人比妖魔鬼怪厉害多了 真要说阴毒凶狠 某些人啊 远远超过鬼 乌景文似懂非懂 暗中决定 一定要把正气歌记熟了 到时候就像叔叔一样 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 此时很快在京城里传扬出去 起初说新宁公主念念 不忘自己的金银财宝 越传越不像话 甚至传出许有吉 被新宁公主看中 要拉她去做驸马 幸亏陈在兴大展神威 打败新宁公主 将取有吉夺回 本来民间就对于大将军 含冤自尽 新宁公主含糊惨死念念不忘 此时一出 当年就是又被一一翻了出来 新宁公主是皇帝的亲姑姑 二十多年前 先皇曾经想废了皇帝的太子之位 改立前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使新宁公主据礼力争 并请皇太后出面 朝堂里于大将军等朝臣也齐齐上书 这才逼得先皇改变了主意 后来于大将军自尽 新宁公主惨死 当时身为太子的皇帝也两度中毒 吐血不止 皇太后将她接到身边 这才保住了她性命 不久前贵妃难产而死 太子之位便在也没变换的威胁 新帝去年登基 一直依照先皇旧历办事 民间纷纷在猜测 她什么时候翻旧案 席渊区 什么时候把刀砍向徐守府 陈大将军 徐守府儿子文迅 将徐有吉狠狠训斥了一顿 罚他一月内不许外出 又下令家中上下满得严严实实 万万不可让老太爷知道 自从去年新帝登基 老太爷整日战战兢兢 仿佛头上悬了一把刀 随时斩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陈再兴的父亲陈大将军陈勇 则将儿子召来 问究竟怎么一回事 陈再兴听到传闻 原本不高兴 但一听到自己大战神威斗心灵公主 还救了徐有吉 不由眉飞色舞 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了 陈大将军见他这副模样 完全不晓得事情严重性 暗暗头痛不已 世人皆知 当年徐守府与自己 都是站在前贵妃那边的 如今皇帝登基 坊间传闻将徐守府孙子 自己儿子与西宁公主拉到一块 是偶然巧合 还是有心人的故意所为 陈大将军再三嘱咐了儿子 吩咐手下去查 要查清无缘外的底子 看看是不是他在背后搞鬼 过了几日 京城里又传出新留言 说无缘外之所以买下鬼宅 乃是为了挖宝 挖于大将军的宝藏 或者西宁公主的宝藏 而且留言从徐守府的孙子 徐有吉那里偷偷流出来的 原来 自从上回酒后 被白衣女人吓到尿裤 徐有吉一直想挽回颜面 这几日老是带着猪棚狗友 往屋家花园里转悠 名为请客喝酒 其实查探会不会是别人搞鬼吓唬自己 他查了几日 妖魔鬼怪没找到 却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花园里一个名为沁雪的亭子位置变了 其他朋友不相信 纷纷取笑他 说怎么可能 亭子还能长脚了 徐有吉与朋友打赌 暗中做好记号 第二天来看 果然沁雪亭不在原处了 反而一到了一丈多远的地方 原处心中了 从一日三遍芙蓉花 这群公子隔二开始移行屋园外 将屋锦文找来 旁敲侧击 多番打听 发现屋锦文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叔叔到京城来做生意赚钱 屋家花园便是他的第一桩生意 徐有吉猜测 屋园外他们在挖宝 这是不知怎么地传到了陈在心耳朵里 他心仰难当 偷偷爬墙离开了家门 找徐有吉等人 徐有吉等人正好在商议 他们暗中收买 屋家花园的仆人乐器 听闻屋家有个规矩 一旦天黑挂起红灯笼 仆人们就得乖乖待在各自屋子 不许随意走动 半月前有个姓孙的花匠 喝多了汤跑出房门撒尿 被抓了 从此不知去向 后来听说被毒雅了 卖到了城南花牧场里干苦力 这样古怪 屋家花园定有秘密 陈在心自告奋勇 带手下去城南搜遍大小花牧场 找到了那个被毒雅的孙牧匠 给了他一百两银子 用点头摇头的方式 终于找出了屋家花园的大秘密 屋先生带人在府中到处挖宝 据说地下有密道与藏宝窟 藏着当年官府没搜查到的宝藏 陈在心向来仗着家是肆意妄为 但也知道轻重 当然不想与徐有吉他们 分享这个财宝秘密 直接回家找父亲 要他去拿捏乌先生 趁机把宝藏拿下 发一笔横财 陈大将军屹立朝堂已久 不可能听风就是雨 嘱咐儿子在家不可外出 又派出一批手下去收买 去打听 手下偶然在赌方发现屋家一个二管家 拿出一支金钗底栈 金钗品质上成 做工精巧 分明是内造之物 便花重金买下金钗 又在赌方外僻静小巷拦住二管家 软硬尖师 终于从他嘴里挖出了屋家的大秘密 原来屋家原本也只是县城里普通财作而已 去年从河里捞起来的妇人 妇人受了重伤 奄奄一息 从怀里掏出张藏宝图 说是京城里悉宁公主府的藏宝图 便死了 屋家想发大财便便卖家产 让吴先生上京城打听 买下鬼宅 名为改造 其实挖宝 这些日子陆陆续续也挖到了几只箱子 箱子里都是好东西 可离藏宝图里头所标记的藏宝库 还差得远呢 屋家普通商人而已 在京城无根无稽的 要宝藏就得下手看 新帝去年登基 迟早会清算旧账 不如自己趁机捞一笔 然后主动上书词官归礼 君臣彼此面子上都好看些 陈大将军不过斟酌了片刻 立刻吩咐手下 待天黑后潜入屋家花园 制服屋先生等人 取而代之去挖宝 谁知徐有吉等人 见陈在兴怡去不复返 事关宝藏 他们立刻也去城南花牧场搜寻 没见到被毒雅的孙木家 听说被人带走了 听其形容 带走他的人就是陈在兴 几位公子戈尔浪荡归浪荡 毕竟家学渊源 一听这行为 便明白各种大有蹊跷 想必乌家藏有宝藏这事 是真的 徐有吉飞也似的跑回家向父亲禀告 他父亲任职公布 正巧最近几日被上司查出公事上闹了亏空 逼着拿钱填补呢 一听此事 简直是瞌睡来了枕头 欢喜的一蹦三尺高 早忘了之前叮嘱儿子 不可与新宁公主扯上关系 好容易盼到天黑了 立刻带人前往屋家花园 陈家人先道 一拿出手中兵器 乌家上下便乖乖投降了 自动绑住了手脚 蹲在地上 陈家人正得意他们懂得好歹呢 徐家人也翻墙来了 夜色朦胧 两帮人脸上又蒙着黑布 徐家人并不知道眼前是陈家人 陈家人也以为 徐家人是乌家的援助 两伙人在园子里打得不可开交 死的死 伤的伤 忽然铜锣声大作 无数人分布在乌家花园各处大汗 抓贼啊 抓贼啊 陈 取两家人一争 这才发觉 之前乖乖主动自己捆自己的乌家人 居然趁他们打得热闹的时候 溜走了 还分散开来 这一丛 那一丛 敲起铜锣大喊大叫 乌家花园自从焕然一新 洗脱鬼宅之民后 周围住宅价格随之节节高升 附近新搬来了不少住客 铜锣声一响 他们纷纷拿着火把 棍棒菜刀等杀出来 将乌家花园围得水泄不通 徐 陈两家仆人无处可逃 只能束手就擒 都不敢说出自家名号 结果徐家人报了陈大将军府的名号 而陈家人则报了徐首府家名号 乌先生慢悠悠走到众人面前 道 你们持续上门打劫 最大恶极 我看不管陈大将军还是徐首府 都保你们不住了 火把硬照下 乌先生悲心焦急 泪光闪烁 而其他围拢的乌家仆人或者附近住客 也各个面容哀戚 两眸带泪 于大将军 你可看清了 这便是当年派你们的徐 陈两家人 乌先生高喊道 乌家花园内鸟儿纷纷飞起 压压盘旋飞了一圈 又落入花树丛中 徐 陈两家手下面如死灰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都以为自己是黄雀呢 原来不过是螳螂 早在人家局中 第二天一大早 昨晚的事情传开了 朝堂轰动 皇帝雷霆大怒 斥责了徐首府与陈大将军不念黄恩 军心叵测 教子不善 纵家不言 持谢入室 行凶放火 害人听闻 自己本来念在他们多年服侍先帝 想让他们体面回乡 如今闹成这样 索性交给大理寺盐察 一只悬在头上的大刀终于落下 还是自己亲手落下的 徐首府与陈大将军面如死色 瘫倒在地 转眼六月 徐 陈两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新名公主其实是被陈在兴所杀 所谓杀父后自尽 乃是前贵妃他们泼的脏水 与大将军冤屈背雪 乌先生大摆沿袭 请被独雅的孙花将上座 其余手下与附近住客纷纷跪倒 他们都是于大将军的救赎 当年于大将军含冤自尽 虽然他们想方设法 暗中照顾于大将军的妻女 还是接到了他们的死讯 二十年来 他们被贬的被贬 隐退的隐退 散落天南地位 但心中有个共同的信念 替于大将军洗脱冤屈 渐渐变换身份 住在瑜伽旧宅附近 多谢乌先生与孙花将的筹谋 接住所谓的闹鬼事件与藏宝图 徐晨两家自动上钩了 给了新帝最好的发作契机 乌家花园里满堂荷花开得正好 酒香 荷花香 众人一饮而尽 清风取来 荷叶甜甜 荷花摇摇摆摆 乌景文气爽神清 望着眼前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庞 望着仿佛变了一个人式的叔叔 想起当初叔叔说的话 人 行的正力的正 确实比妖魔鬼怪力还多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